最近准备去昆州玩几天 昆斯兰州去几个城市 在珀斯往东边走 就跟出国一样 坐飞机的 坐大概四五个小时 有时候还分顺风利风 顺风就快一点 澳大利亚也不是很多 这个全是资助的 直接网上切个一门以后 然后就把行李的票打出来 传在里面 然后放到机器里面 就可以了 很方便的 国内的航班 国际航班都可以这样 国内的飞机安检 基本上五分钟就过了 很轻松进去了 珀斯的机场没多大 毕竟只是一个200多万的城市 远处 微增航空 然后这就是他的国内的大厅 也没什么 我们坐的飞机的话 是下午五点钟的 这是国际 这是天一 对 从那个珀斯飞布里斯班的话 相当于从澳大利亚的最西边 飞到最东边 全程如果是开车的话 大概是4500公里 坐飞机的话 大概要坐四个半小时左右 你们觉得远吗 这次我准备先到布里斯班 然后再去黄金海岸看一下 然后最后再飞到凯恩斯 就是大把礁 大家都知道 凯恩斯玩几天 然后就直接从凯恩斯 可以直接坐飞机回破室 好 晚上差不多12点钟才到 住在你自己很近的地方 看一下那个布里斯班的夜景 这边的那个公寓还挺高的 公寓挺多的 昨天下飞机的话就到了我们提前订的这个City旁边的一个酒店 然后因为太晚了我就没拍 我觉得挺嫌疑的 还不错给大家推荐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昨天到的挺晚 就在网上随便订的City进的酒店 所以不要求什么条件 这个就才130奥比 看吧 进来就是一个客厅 是一个酒店式的公寓 还有一个电视 然后他这个楼层的话就是在五楼 130奥比还不错 酒店是公寓 然后这外面还有很大的阳台 这一间是卧室 卧室就不开了 然后外面这个阳台还挺大的 看吗 最好周围布里斯班 他们因为也算是澳洲第三大城市 所以他澳洲越大的城市 他的那个公寓也就越多 我晚上过来我就看到很多高层的公寓 昨天晚上没睡好 因为破识是北京时间 这里是东宁时左右东部的城市都比那个都比北京时间要提前早两个小时 看这个公寓也是很高的楼层 还不错 130在我记得在西奥大利亚里面我们出去玩就是一个那种汽车旅馆条件很差 他都要100多200这个不错给他推荐一下 然后以后你来布里斯班 我把名字拍一下 在Balking上面可以订的 这个名字 以后可以 你要订的话可以在Balking上面找 来了布里斯班也不能免俗 一定要到这里来打一下 因为这里有很大的几个字 我们住在酒店的话 离布里斯班的city也很近 就走过来大概四个年左右 布里斯班就是这条河非常有名 还可以去做那个观光船 然后这个字母好像来布里斯班都要到这里来拍拍照什么的 游客也挺多的 今天天气的话还一般 云太多了 我有太阳的话更好 来打个卡不免俗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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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一下澳洲的大城市都有这些中国城 这个就修得很壮观 看一下 这个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乔伴赞助的这几个师者 这个原货是那个拆拉档都破了 西里墨尔本几大前面几大城市的拆拉档修得还可以 我也不是很懂啊 因为第一次来布里斯坛这个拆拉档 我以为是两边就是很重要的商货 结果那个进来一看就没没没什么铺啊 看嘛两边都是空荡荡的 有可能他有点像个珀斯一样 他并不是在那个 并不是在那个牌楼那儿集中的 有可能在那一条街很多 有可能是刚刚那个前面那条街 一排排就是那个中国店铺比较多的 这个警察局 金黄宫大酒楼 我估计这个酒楼在当地比较有名啊 比较你看这个建筑比较有特色 然后这里就出去了 前面有个墙 你说还比较有 等一下过去看一下 看这有个墙 不得不说啊 那个布里斯班吃东西啊 中餐这些 哇真的比珀斯还是好很多 我朋友给我讲啊 就像这种 这种就是像一个墨一样 就是很多小吃店的地方 这整个这条路叫Sunny Bank 10公里 很多地方很热闹 珀斯我感觉中餐就差很多 这点还是不错的 吃完饭就准备回酒店了 如果大家有澳洲移民留学的问题 可以私信我 明天去黄金海岸 拜拜 没有 有点 属于 我就